而美股上涨也激励了台股 今天是逐步的电高逼近了9000点大关 今天有哪些族群是表现强劲的 一起来听听看分析室的解析 今天的一个爱气设计的族群 也都是相对非常的强势 整体来看的话 今天应该会维持一个销售的格局 除非这边有重量级的个股 出现一个相对弱势的情况 否则的话我想维持一定的一个 9000点为挑战9000这样的一个态势 应该还是可以期待的 股王当立光今天盘中攻上了涨停 再创历史新天价1720元 另外呢手机零组件厂商一家 今天也攻上了涨停 再创2007年4月以来的新高价 排面其他的强势指标 还包括了电子上游的IC设计族群 以及面板族群 今天都有不错的表现 另外呢D-RAM族群的南科 还有华雅科走势也很强劲